好 我们场上还剩下两个选手 同时还有一名名人堂的选手 没有出场 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 宣传委员 其实我们高尔夫队 暂时没有这个职位 要不要尝试一下呢 那我做选宣传委员 好 来 请揭晓 这里 大家好 我是来自成都的 大家知道成都是个美食之都 所以今天呢 我就给好哥和明姐 带来了我们成都的美食 对 对 对 最喜欢吃成都美食了 这个就是我们成都 非常有名的冷吃兔 好好吃哦 对 对 对 它口感是很好的 好吃 然后呢 我这里还有一份更特殊的礼物给明姐 还有什么好吃的 一个时尚包包 这个是最近最流行的垃圾分类的腰包 我明天都带出去 出门哦 是不是很时尚 对 很时尚 四个包包同时拥有 对 所以妈 我现在就是来考考好哥和明姐 就这些东西您觉得该怎么分类呢 这个难不倒我啊 我想想啊 食物呢 应该倒到厨余垃圾 然后呢 签子应该属于可回收垃圾 这个壳呢 它太坚硬了 应该放在 你这个里面没有干垃圾和湿垃圾吗 对 其实我们成都跟上海的区别就是 干垃圾等同于其他垃圾 然后参除垃圾等同于湿垃圾 这个还是厨余垃圾 对不对 不 它应该是其他垃圾 什么虾皮呢 整个虾都是属于湿垃圾 也就是我们的餐厨垃圾 哦 明白了 其实我为什么叫宣传委员呢 一方面其实我是成都的人 然后一方面把这美食宣传给大家 第二方面其实前段时间 我改编了一首歌 生披字 垃圾分类的 对 所以当时在网上 其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就是阅读量都已经破亿了 哇 那其实我觉得垃圾分类 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 好好地执行这件事情 其实环保不仅仅是为了 让我们环境更好 是让我们和我们下一代的环境更好 所以 尊重 希望两位好好地进行这一轮 答题的较量 请准备 答题开始 雨刮器是汽车必不可少的配置 请问哪种车辆因为结构原因 而不需要后置雨刮器 三箱比二箱多一个车尾箱 所以应该是三箱轿车 对 军棋游戏中能沿着没有障碍的路线 任意移动的是哪种棋子 军棋分为公路线和铁路线 然后公兵可以在铁路线上 没有障碍的时候自由移动 我的答案是公兵 颜真青的名作继植文稿 描写的是自己的弟弟与侄子 在哪场战乱中被害的过程 他写这个时候流的泪最多的 因为他写这个时候 他的侄子的头骨 就在他旁边 所以是《暗时之论》 跟随曹操出征张秀 最终为救曹操 而被害的是他的大哥儿子 他就是曹操的长子曹儿 好 编号为257248的小行星 以哪位男歌手的名字命名 这个 亚洲最有名的歌手 应该就是周杰伦 所以我觉得 周杰伦 酒黄和韭菜 是同一种植物吗 不是 酒黄就是没晒到太阳的酒菜 懂了 其实我还是再想跟大家 抢架一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句话 一定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 努力而达到 对 再见 好 我们来看一下秦伦奖品 一万里程跨国优选机票 恭喜你